I do this thing 这次 哎呀哎呀 我这心小老弟 这小脸造的 一个比一个买得可以啊 等会儿听我指挥 今天你们大哥 要把十位变成完全体 一会儿尾兽放出来 都全力以赴 听明白了吗 没有劲 根本听不见 听不见 再说一遍 出来 哎 你这个灵什么情况 我记得用的是灰图转成啊 莫非给他用的是轮回天生 戴图 我居然创造了一个有灵的世界 啊 情况貌似有点不对啊 我就一转身的功夫 三位蹦出来了 小老弟们也是真听话啊 我都没动手 他们先上了 自来也不行啊 这么快就记了 好家伙 班爷都出来了 双击零龙我也看了 你们说人物是班爷 须左是右 究极风和怪了 属于是 其实上不能认属 八门加新人 挨个处行 搞定 对我干用来说 这么还轻轻松松啊 只不过有点可惜的是 我的小老弟们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我拿他们 事无计处啊 十尾完全体还差二尾 六尾和八尾 因为咱们上级尾兽全收集了嘛 想要再次召唤他们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开启对应的尾兽衣 等蓝全部消失 有一定概率尾兽暴走 这时候召唤十尾 给他叮光一顿锤 就搞定了 所以你们学费了咩 哎呀呀 接下来就是六尾 这只尾兽都给我看懵了 他他他他怎么没有血条呢 最离谱的就是外道魔像 一个大地露他就凉了 这应该是我玩忍者风暴以来 打得最快的仗 开始了吗 已经结束了 面对尾兽的最后一战 也是好好的打扮了一番 把中间的衣服给整来了 阔鱼仙人加八门盾甲 这一道搭配起来 还是很不错的嘛 近乎完全体确实强了 八尾战神都击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三颗尾兽弹 给他注入 差不多就完事了 外貌瞬间就变了 实伪形态一 刚才还站得好好的 这咋还突然跪下了呢 这又不过年不过节的 爱情快快请起 吓我一跳 还以为遭天险了 实伪形态二 外形又发生巨大改变 确实看着就 非常严重的营养不良 跟那个竹节虫似的 来来来 临杯还是很心疼你的 最后一颗 张嘴跟我说 啊 诶 真听话 嗯 现在看起来就正常很多嘛 整得像我不给你饭吃似的 诶 查克拉耗尽 收回十位 这事整吧 看来需要汉海一般的查克拉量 才能彻底掌控十位 对了 还有件事忘了和你们说 上级的虚佐已经解锁成功了 确实有八个啊 重进一下就好了 也就是说 咱们的完全体虚佐 也可以拥有了 没记错 开启它 需要六万米上的查克拉 并吸收十个显灵眼 或一个万花筒 这种事啊 我还是先下自己慢慢干吧 嗯 轮回眼的虚佐确实是帅呀 四字评价 西装暴毒